接著我們開始就一個個介紹這些影響的因素 第一個叫做本性就是中性的活性大小 前面教過的活性比較大比較會發生作用嘛 所以當然反應就會比較快 那麼如果活性小當然反應就會比較慢 就是所謂的本性會影響 所以酒精燈加熱每代就劇烈很快就燒掉了 我們做過實驗 然後我們講心本它會燒 銅根本就燒不起來 就我們做過實驗對不對 所以呢就是因為本性的關係造成我的反應的快慢 反應的快慢 OK 然後這樣煙火 噗 反應很快的 剎那之間就有璀璨的火花啊閃光啊之類的 鐵生鏽銅綠做到比較久 然後地理交到中午時的行程就需要更久更久的時間 所以這就是本性造成我的反應的快慢的狀況 好 黃金因為就是所謂的活性很小很不容易作用 所以可以長保美麗的光澤 然後它就是長久保存不會跟別人作用 不會作用 然後我們交過什麼鈉跟假藥主人在石油中 是因為它活性很大能力反應 像要接觸面積 然後呢 反應物的接觸面積越大 碰撞機會就會越高 所以反應就會越快 反應就會越快 那麼就是所謂的接觸面積的狀況 修圓期 那我們國中就做成正比 有一些細節的部分呢 高中甚至高中以後 比較有學問之後我們再來細舊 我們國中叫做成正比 面積如果變成三倍 反應數據就會變成三倍 然後呢 就有題目 就是跟這有關係的 我們如何讓它 如何讓它面積變大 最可能是切碎 切碎 就能夠接觸它 增加它的接觸面積 所以考試後可能就會這樣問你 把一個東西 然後呢 切成正比方體切成八塊 請問你反應數據會變成幾倍 你就看看 切成八塊之後面積變幾倍 我們就說反應數據會變成幾倍 OK 這個是 就把它磨碎就可以了 然後呢 這一些是一些應用的實力 比如肉 切成肉絲 然後呢 就容易 比較容易熟 比較容易熟 OK 比如說這裡你們有做過嗎 同學有做過火煤棒 把它削開來 這樣的話接觸面積會比較大 所以呢 反應會比較快 反應會比較快 還有一個就是本層 這個我去年有給學生做示範實驗 我今年忘了帶來 可是我還是會做示範 只是我去年有錄下來 今年就不會錄了 我做給你看 那就不錄下來 要做給你看的原因是因為 八仙城報跟它有關係 八仙城報就跟它有關 等一下有一個影片 講的是類似的事情 講的是類似的事情 就是那個粉層 變得很細小 所以它就會燃燒 甚至會有爆炸 這個在以前也發生過 在八仙城報時也發生過 那個警察的靶場 有很多火藥的粉層 就砰掉了 炸掉了 就分身容易 尾巴熱油會爆炸 會燃燒 會燃燒 那我們下一次上課 再給各位做示範實驗 各位示範 這一個影片 講的就是類似的事情 OK 就是要告訴各位 粉層容易燒 我去年示範的時候是拿什麼 黃地瓜粉吧 我覺得效果不好 我想今年換成奶精 應該效果會好一點 八仙城報就是這樣的關係 粉層容易燃燒爆炸 那我們做示範實驗的時候 讓各位再來看一看 重點要記住 表面積越大 反應就會越快 我們國中程度 表面積變兩倍 反應就會變成兩倍 然後考試題目就問你 東西切碎之後 表面積變幾倍 你就知道它的反應速度 會變成幾倍 OK